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Take a look 今天他們要評測一個應該大家比較少聽到的產品 它叫即時雲端無線網路攝影機 這個名字就很長,英文比較等 Cloud、iPink、CAMERA那些東西 我們今天要評測的這一家是由台灣團體推出來的Spotcam 它是蠻特別的一個產品 大家應該很好奇什麼叫即時雲端無線網路系統 意思是說它是有一個攝影機 以前那種iPink、iCam或什麼東西 它們有的攝影機是你插個SIM卡、SD卡在裡頭 插個SD卡在這裡頭 你插進去的時候,它看有沒有什麼資料傳到SD卡裡頭 然後你就拿你的手機出來,然後都可以看 可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你只是只能看 然後它的資料、它的訊息全部傳到SD卡裡頭 即時雲端的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雲端、一個server、服務器在雲端裡頭 就像iCloud或Google Drive那種服務器一樣 然後它把資料全部從這裡咧 直接上傳在雲端的DRIVE裡頭 之後的資料咧 是沒有遺失的,就在那上面 好,那我來計時來看看各位看好的 評測這個新產品吧 大家Let's go 它是一台真正的雲端無線網路攝影機 外觀上看起來乾淨離落 才用了高解析度720HD鏡頭 周圍還有12顆紅外線LED 但黑暗中也能拍出青色的影像 眼睛精明的人應該發現 SpotKine是沒有SD卡的插槽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SpotKine是個真正的雲端無線網路攝影機的原因 我剛剛說到的產品的時候 花了差不多三分鐘安裝好 主要因為我用的是iPhone 但iPhone在安裝的時候 比較有點複雜 那希望有教學影片會出來 可是我在Zenfone上 就是Android系統版裝的時候 非常的快差不多兩分鐘我就搞定了 沒辦法 iPhone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難搞 SpotKine最大的賣點 免費的一日循環錄影 那跟一般的循環錄影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的循環錄影 就像我們行車紀錄器一樣 它錄滿了 它就把前面的檔案刪掉 然後就繼續錄 這是正常的 那SpotKine有點不同 是因為它把資料傳到雲端上 那等於是說 今天如果你的產品 如果沒有壞掉或怎麼樣 它會一直傳 傳你的一日二十小時的資料都會傳 如果中間有什麼事情 就會變空白 如果一個小時沒有停電 或幹活 沒有網路 它會變空白 否則的話它就會一直在上傳你的資料上去 可是 大家記錄一下 它是免費一日的 就二十四小時 如果今天二十四小時 你沒有錄到東西 它就空白 隔天的東西也過了二十四小時的話 它也不會保留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影片保留時間更長的話 它有收費的不三天 七天跟三十天 那它這個賣點 會不會比行車紀錄更好 或清長的巡團紀錄更好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你的產品今天撞壞 或SD卡弄壞的話 那資料就有點提不出來 那SpotKine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資料全部都保留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的資料全部都在上面 所以它不會消失 不會壞掉 如果還在你的二十四小時 或三天 或三十天 或十天 看你買哪個計畫使用 那SpotKine它有一個喇叭 跟一個麥克風 那麥克風收音會非常清楚 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可以收到 我們基本上我們做講的每一句話 跟喇叭出的聲音 有時候會有雜音出來 那我們想可能是因為 影片上傳到Cloud 雲端 影片傳下來 那個影音有壓縮 或怎麼樣 問題所在 有時候會有雜音出來 那我希望SpotKine 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再加強的改進 那至於呢 我們會覺得 產品最適合的呢 其實很多那種 常常都很適合使用 像在CCTV啊 或是雲端行車記錄器 如果SpotKine 可以再做這個產品 我覺得更棒 就像那個 那個小黃事件 如果記得飛機小黃事件 大家還記得的話 它那個行車記錄壞掉 拿不出資料出來 如果它用的是SpotKine 它那一剎那 就卡過去的那一剎那 資料全部會下來 那我會覺得 會得到一個更保衛的影片 是最後下來做個更更詳細的資料 先給需要的呢 那所以總結下來 Let's SpotKine 這個非常好適合使用 大家使用 如果要當CCTV使用的一個產品 然後也非常適合說 今天如果看小孩什麼幹嘛 還有說 也很適合做生態調查等等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產品 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面留言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下面留言 我會給你們更詳細的解答 然後今天影片介紹到此為止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 不喜歡我們也可以不按不讚 如果可以很 對我們很支持 支持我們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如果 我們有臉書 可以加入我們的臉書 也可以到我們的官網去看一些 有其他一些好像的報告 我們有微博跟優酷 如果中國的粉 中國大陸粉絲 我們也希望你跟我們一起看 謝謝大家 拜拜